小心你手啊 他等一下他就会这些绿色 等一下慢慢的变成蓝色 对就去染成这种颜色 好 你要不要一会穿一下他们那个 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那个很漂亮的服装 可以啊 迷路了 咱问问人家让不让穿 哇 觉得这里的景像不像一幅画 这个景漂亮 山水画 是不是像一幅山水画 你看真的很漂亮 在这里能看 来玩个游戏 带我们家小杨 是加这个可以换礼品是吧 好的 让他试一下 看你筷子用的怎么样 他是法国人 看法国人用筷子比中国人用的好 比我用的好 我看不懂这位色 对他念一下他可以 这是二十个奖章 可以换什么 礼品 一个是 选爱 对 选爱 这个上面是盖章 然后盖章可以对讲 可以对讲 好 好 这么长 还有讲状 你们真的有这种筷子吃饭吗 吃饭 我们是用短一点的 短一点的 哦我吓一跳 我以为是这么长 你来这边 对 对 你是用筷子小状元 哈哈哈哈 虚的发也不能饿着啊 对 哈哈哈 好 你获了一个奖状 这第一次在中国 咬脚了 想办事 这个奖盘 你想要啥 你还祈祷一下吧 看不懂 看不懂 可以 小风扇 哎 小风扇正好热 太需要了 太需要了 小风扇你很热是不是 可以扇一下 小风扇 哈哈 谢谢 好吧 那我用 你看人家也在用 哈哈哈哈哈 因为太热了 对 比较热 那个船上面有很多吃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 你不是刚才饿了吗 吃的 我都吃 你要不要用一下 哈哈哈 你先用 这是广西特色 这上面有很多吃的 你看看 入水夜市 哇我跟你说我现在 拍出来就感觉像一幅画一样 像假的一样 确实是不一样 我也第一次来 那边还有那个什么 表演呢 表演是明天 他们在搭台子呢 哇 漂亮 水好清啊 嗯 水好清 真的和假的似的 是吧 不过这个沙 你看 哇 太美了 你看 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种景 对啊 嗯 太美了 里边那有不 啊 OK 哇 这相当于是那种木筏式的 对啊 他这个衣服好看 好看啊 嗯 你可以喝一下茶 汉果茶 什么茶 罗汉果茶 你吃过喝过吗 广西 我没口喝到那个是吧 罗汉果茶 罗汉果是我们的广西特茶 哦 真的有点点干 你尝尝 怎么样 还没喝的 我就问你 嗯 这是一个水果吗 做的 对 他不 他不算是属于水果 哦 花 花是吧 好 他长的就是一个果 算是中药 哦 哦 像茶一样 对 哦 是丝巾在丝巾上画是吗 不用 哦 不用 这个不是 哦 哈哈 这个 哦 你学习一下中国的这个 这要干什么染布吗 还是什么 对 好 那你试一下让这个老师教给你 啊 传统工艺 得 那我 七夕的花 哈哈 我对折 这垫上 两片 一边一个 再用夹子夹一下是吧 染布 啊 老婆你说染布 就是把这个布染一下颜色好看 放了两分钟 放两分钟啊 嗯 放了给它露出来 对 这边露出来 染了 嗯 拌蓝根 拌蓝根是中药 知道吗 我们吃的中药是用它的根 然后就制作这个懒液呢 是用它的叶子 哦 用了它 用了它 你看 它变成绿色变成蓝色是吧 嗯 黄绿在蓝 对 这是染布的工艺 中国染布工艺 它是通过氧化还原的方法 你看 小心一手 它等一下它就会 这些绿色等下慢慢的变成蓝色 对 就去染成这种颜色 你的第一个 这个布染的颜色还挺漂亮 第一块布 要亮一亮是吧 先放这儿亮一亮 好的 谢谢 来 来 既然来到桂林了 让你看看桂林的美食 广西的美食 你看油茶 没有到油茶吗 没有啊 你看看 非常非常好喝 吃一碗吗 非常好吃 非常非常好喝 我小孩都在大学了 我们的耍耍 放了椰苗 放了椰苗 那勺子哪个勺子 这是油茶 这是Chinese Coffee 哦是酱 它有酱味 酱味就很辣 黑暗料理 烂 黑暗料理 没有没有没有 黑暗料理 哈哈 它玩得很困糊 很困糊 它去湿去寒 发汗 所以你看我们就经常可以排毒 所以就年轻 这是什么 漂亮 这是点心 哦 在我们广东早茶是点心 我们叫广西早茶 哦 广西的早茶就喝油茶 就喝油茶 吃配这种点心吃 非常小吃 这种果果 荒生米 啊 就是配着这些 配着这个 怎么样 可以 嗯 好不好吃 好吃 每天喝完两饭吧 你没喝 天天都是十七八 你再来一碗 太热了 喝完这个 吃烫了都 味道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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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的 非洲 哦 非洲 非洲 哦 对 我之前在非洲 津巴布韦 哦 津巴布韦 啊 对 然后我是 今年才回来 我之前在非洲七年 哦 哦 厉害 能在非洲七年 很勇敢 这里很热 这里非洲很凉快 哦 在这个地方太 太热了 太热了 我热的不惜 不热又湿啊 他都知道 他怎么说 非洲很凉快呢 冷凉快 真的很凉快 嗯 就是非洲 南半球嘛 就现在的话 就是冬天 平时也凉快 平时二十多度 特别凉快 对啊 很舒服 应该不下游泳 不下雪 对 不下雪 但是 但是很凉快 特别特别舒爽 对 对 欢迎来到桂林 谢谢 他第一次 尝一下我们桂林的美食 像桂林米粉啊 工程油茶 他就是桂林的 对啊 这个是工程油茶 工程也是桂林的 我们快热死了 喝完 乌拉拉是你 保留的唯一的 对 法国的 偶尔 偶尔 我得证明一下 我是法国人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我原来学过一点的法语 哦 你学过什么 我们的老师就很喜欢这个 乌拉拉 对 对 还会弹那个 哇 真的 你会说吗 马家 马家 是的 你会说法语吗 Bonjour Merci 哈哈哈 你不是来的斯洛伐克语 哈哈哈 我只会骂人 不能说 哈哈哈 他算了 不仅算了 哈哈哈 有种大大饭店 那那我也给你推荐点桂林的 桂林 他还真不了解 桂林 首先你肯定要吃桂林米粉 但是桂林米粉 你们一定要吃干拌的乳菜粉 干拌的 干拌乳菜粉 然后才能吃那个卤汁 才是它的味道 那个味道出来了 那你一会尝一下 然后呢 这个工程油茶 也是我们桂林的一个美食 对 刚刚喝了 一个县城 然后 桂林的动作优美 我们茶城人大哥怎么称呼 他是 工程油茶 我准备做 想做这个 但是想学 我是专门来学的 这样子哦 所以你们 你看你们讲 你看这是一个 一个铁锅 你们放了茶叶和姜 有人叫做 工程油茶 喷喷香 又放茶叶 又放姜 女士喝了 更漂亮 男士喝了 更健康 当年乾隆喝三碗 金口玉刺 爽神汤 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 这讲的就是 当年乾隆皇帝啊 下江南的时候 沿途百官都是山珍海味招的呀 他来到我们南方 南方本来就 湿气重 胀气重 山多 他就茶不饮饭不湿 他就有点这个 可能水土不糊 当时有一位 我们这个工程级的这个厨师啊 也想到我们家乡的这个油茶 他可以去室去寒 健庇卵胃 他可以这个预防这个一定的这个疾病 所以就拿着这个原料 做了一碗给乾隆皇帝喝 所以乾隆皇帝喝下去 一用 嗯 马上冷烟大开 神情气爽 爽 爽 这叫做爽神汤 这里有法国的蜗牛你看啊 是不是蜗牛啊 这个跟法国的叫法不一样 法国叫蜗牛 中国叫田螺 这是田螺 不一样啊 不一样 还真不一样 你尝尝这个米粉特别好吃 不是米 螺蛇粉再尝 不是螺蛇粉吗 有点像 黄西的 螺蛇粉 好吃吧 别说好吃吗 好吃 我一会再咬一碗 再咬一碗 你吃啊我一会再咬 好 好 这里 哦 这里是有很多营屏 可能他们精彩片段 精彩片段 哇 这房子 金牛井 挺好看的 做的 能找到你的视频吗 哈哈 哈哈 哈哈